眼睛来的又想看我服装翻车是吧 我跟你们说 这一次绝对不会重蹈上一次的负折 上一次那是因为 为了符合品牌要求的那个服装风格啊 一不小心买了一些 之前没有尝试过的 不太适合自己的衣服 但是这一次 全部都写着我的名字 我会把这期视频的衣服链接找出来 发在评论里面 我在试穿的时候 你们觉得这件衣服 我应该是留还是退 请帮我打在公屏上 我要参考一下大家的意见 先来看一件你们非常感兴趣的 应该是上上期的那个 公关品彩妆开箱 里面穿的那个花的吊带裙 我那天穿的那个裙子 是我在租医软件上面租的 然后质量有点差 然后我就在淘宝上搜同款 挑了一家 质量比较好的买回来 这条吊带长裙 其实是虞书新同款 我想买一件新的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我在租医软件上面租的这个呢 它有点短了 就是兴奋可能不知道啊 我是一个就是萝卜腿新人 我是小腿肚子粗 但是脚白是细的 所以我穿长裙 一定要穿到这个地方 所以我就在淘宝上找找找找 我想挑一件长一点的 这个裙子本身是很好看的 对吧 如果你们只是现在看一看的话 一定会说让我留 先给你们看一下啊 遮腿遮得也不错 把我小腿最粗的地方遮住了 但是呢 隔禁看你们会发现 它这里设计了一个胸的形状嘛 其实这个胸的形状 应该是在我们自己的胸的 这个形状这里是好看的 但是如果我这样子的话 上面的胸露的有点太多了 而且往下扯了之后 这里不就多了这些吗 下面就得跟着往下扯 然后我的胯就被卡住了 就这个地方就拒紧 你们说这件我是留还是退呢 Next one 哇 这件也是我比较期待的 这件不到100块钱 就感觉质量好像有点 我靠 这是正面来露出来的地方 竟然能看到这种东西 还有这里 这线头都做得这么整齐 这简直让我觉得这不是线头 这就是人家的一种装饰 就是我这个人的身材吧 真的很难找衣服 因为我腰粗肚子大 你们去网上搜 露肩上衣 大部分都是紧身的 会显腰上和肚子上的肉的 其实你说我腿吧 我能露大腿 我不能露小腿 上半身 我又只能露上面的上半身 不能露上半身的下面 就是我感觉我买衣服 只能买那种分段式的分节式的 这个衣服的设计其实蛮好看的 但是就是质量有点差 起飞 这个衣服也太搞笑了吧 我感觉铺驰两下我就能飞起来 这个衣服上身竟然还挺好看的 就是如果把它的线头都剪掉的话 其实它的布料也没有说特别差 还有一点设计的特别好的地方 就是它这个地方好方便哦 这个东西就 还有就是像你有时候流眼泪啊 就可以擦一擦 然后嘴角有油的话呀 也可以擦一擦 天呐我刚才这件一直蒂斯弹 但是应该可能会流耶 它是一条黑色的布的威拉牛仔裤 这裤子我是为了搭配着买的衣服穿的了 我后悔了怎么办 而且好像还蛮小 即是能计上因为它弹力很大 但是有点紧 啥呀这是啊 我不喜欢不好看 哦也是一个上衣 白色的这种你知道有点光泽感的材质 这种简单款也看不出来少了 还得看上身 这一身为什么那么像精神小妹呢 首先这两件衣服 尤其是这个衬衣的质感很差 穿上了之后很像要去公园打太极拳的大眼 我给你们看 就一点都不丝滑 然后这个裤型怎么说 就是莫名有一点吐气 而且它好包臀哦 把我臀部的缺点就暴露 很平没有屁股 肚子也有横骨 然后这个屁股又有一点滑有一点松 不是那种圆润的那种流畅的线条 而是一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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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件 PASS 这是我买的一条 阔腿西装裤吧 穿上去应该挺洒的吧 这条裤子好掐腰哦 还蛮显腰细的 你们看它侧面不是那种收着垂下去的 而是有一点这种蓬蓬的 所以我刚才试了一下 它不太适合穿高跟鞋 比较搭老爹鞋呀运动鞋 这个包装呢还挺精美的 这件质量还可以 跟我在他们的详情页上看到的差不多 这个衣服好看啊 把我这个优点露出来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特别适合这个样式的衣服吗 因为呢我的肩膀和胳膊虽然瘦 但是我的斜方肌比较大 所以它这个衣服的这个领子啊 正好可以把我的斜方肌压下去 然后这个衣服质量也很好 我觉得好凉快 就跟什么都没有穿一样 然后又不透 这个我不用问你们意见了 我一定会留的 这个筷子 就人家的本意是想说弄一个很精美的包装 对吧 还打了一个什么丝带的这种蝴蝶结 但是这个盒子呢 就被压得很皱很扁 看到没 就看着好可怜的样子 我知道这件是哪件了 怪不得这件包的这么好 这件衣服500多块钱 是我这堆快递里面就是算是最贵的了吧 这件衣服还是不错的 这件衣服不便宜 但是它的这个扣子 我刚试穿的时候 啪掉了 就是它扣子缝得太松了 但是它其他地方的质量还可以 就是这个面料啊 还有扣子本身的那个光泽感都挺好的 但是这件衣服还是蛮好看的 好能凸显肩膀的优点 推荐给肩膀好看的姐妹们 又是一条牛仔裤 哦 这不是 就买了条骑行裤耶 哎 其实我本来不想买这条裤子的 因为我觉得骑行裤它是属于包身的 就是大腿小腿都得细的人穿才好看吧 但是我想尝试一下这个风格 哎 这条裤子不太适合小腿粗的人 因为它把大腿收得很紧 就它在视觉上有收缩大腿的作用 然后就显得小腿更加的膨胀了 所以我觉得这种骑行裤比较适合大腿服小腿系的人 给你们看后面更明显 这件不用留吧 我买了好几条这种所谓的醋酸面料的阔腿裤 就是如果你们想夏天吃个肉啊 或者是衣服想凉快一点啊 就搜醋酸这个关键词 就会是这种垂坠感非常强的 然后比较凉快的面料 然后呢上面我应该是会搭背心吧 然后下面再穿上我的小高跟 就是像我这种运动员小腿吧 就没有办法露腿穿高跟鞋 因为啊就是这种肌肉型的小腿 你一穿高跟鞋 这个小腿上的肌肉就会更加的明显 好想哭啊 这什么时候才能露腿穿高跟鞋 这个绿色的裤子我也说不上来 说好看吧 好像也没觉得它多好看 说不好看吧 好像也没有多难看 你们觉得呢 不能这样 这是一件吊带 然后上面是有这个条纹的纹路的 缺点呢就是会有一丢丢后 这个内搭我是搭在了这个衬衣里面 它这个颜色好好看 特别显白 它是那种很高级的喀色 而且它穿着很舒服 就是它弹性超大 特别好 所以说这个内搭我还蛮推荐的 终于拆到我的运动裤了 你们知道就是我平时不出去见人的时候 就是下半身就是运动裤 而且我需要几条好看的运动裤 需要把密室的时候穿 我特意挑的这种面料非常薄的 非常凉快的运动裤 这个子好舒服哦 然后它的这个里面本来是有一个那个很长的抽绳的 在外面特别丑 就把它藏到里面去了 我觉得我这一身啊 就是一看就是特别有钱你知道吗 就是一定是住在CBD的高级公寓里的 这个风格最重要的就是发型 这个发型要怎么弄得更随意呢 就是这个头啊一定要使劲把头发甩到一边 然后滤滤滤 全部都滤到一边 然后再起来 哇 这一件的绿色很style气哦 这个绿色好清爽哦 哦 夏天一抹清凉的绿色 哎 这绿色真的挺好看的 好特别 Oh my god 这个绿色好显白啊 我把这个衣服穿到身上之后 人立刻就变白变粉了 然后它的料子蛮厚的 然后面料舒服程度还是很舒服 很轻敷的 哎呀 终于到这一堆了 啊 终于到我的小裙子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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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了 就是我这次买的裙子呢 全部都是那种吊带长裙 但是这种吊带长裙的这个长度就是很关键 就是我前面说的 要把我的脚踝露出来 但是要把小腿肚子遮住 它是一件纯白色的吊带裙 哎呀 这么短啊 裙子没问题 是我的问题 我的小腿 尤其是后面 是不是很像超市卖的那种 大一坨的那种白色的火腿肠 所以这一件我不太可 但是这个裙子我觉得本身是好看的 你看这个前面 还有这个花纹 好纯粤 这裙子拍照应该也很好看 哇塞 这个这么大是啥 哦 就是 连衣裙子 这条裙子我很期待耶 其他的不重要 我想看它够不够长 能不能遮住我的粗小腿 哦 好像可以 太感人了吧 它是这种腰部掐腰 又有这种蓬蓬裙的这种感觉 所以就会比较显腰细 而且它的这个做工蛮好的 它是这种压花的 但又不是那种土里土气的压花 就是我一看到裙子 我这个整个人的状态跟前面都不太一样了呢 就格外兴奋一些 就是之前有身边的人问我说 哎 你好像不太喜欢穿裙子啊 我说 我要是有腰有胸有屁股的话 我天天穿三点式去买菜 这条裙子是好看的 但是小了 这里紧到这两条线都歪掉了 看到了吗 没有一点的空间 我估计我坐的 我坐 我都坐不下去 但是这个裙子真的好看哎 侧面显得人好薄好瘦啊 这个裙子的后面不奇怪吧 我总觉得后面看上去有点怪怪的 裙子的颜色也好看哦 这个米色太好看了 这一件呢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危险 因为它好像是有一点就是包身的 不像那个是散开的 我比一下 先来看看够不够长吧 我觉得这件 它长是够长的 我想起来了 它是一件全长的裙子 但是呢 你们看 它是这种就是有一点点性感 可能会比较包身的那种 但是我还是抱有一丝丝的幻想 我觉得它可能不是那么的包 哎 我的心从幻想破灭了 果然是个包身的 因为它上面全是花 你们可能看的不明显 其实现在我的这个 勒酷勒出的那个肉啊 跟那个香肠一样 然后走近给你们看啊 哦 很棒 肉都在这儿 我觉得这个裙子本身是很好看的 就是推荐给瘦的姐妹们 你看这个裙子 如果它是一个吊带的话 你看多好看啊 这个花色好好看哦 好显白啊 我可能要再瘦十斤才可以穿它吧 今天又到了几条连衣裙 我就直接上身给你们看了哈 先是这条 这条呢就是我觉得裙子本身是蛮好看的 它的后面也好好看哦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 跟我的年龄有一点点不符 因为它的元素实在是太少女了 然后这个裙子 我觉得是有一点点太长了 它长到已经搭到我的脚背上去了 如果你们买的话 可以把下面踩短一点 露出脚踝 我觉得这样子会更显瘦 这啥 好丑哦 这件衣服跟模特图完全不一样 好显胖 腰这一圈这里是粗的 它这里本来想做一个插腰的设计 但反而起是非常显胖的 然后这个颜色真的是绝的 它这是两层的你知道吗 里面一层布 然后外面一层纱 它这层布啊 这个里面也给你们看一下 就特别像奶奶的衬衣 然后外面这层纱呢 又特别像姥姥家遮电视的那块脸 这件衣服呢就完美的把奶奶和姥姥结合在了一起 这条裙子我觉得本身是好看的 它这个上面这个花纹啊 对比度很强 我觉得拍照应该会蛮好看的 但是不太适合我 因为它下面下摆 短了 露出我的萝卜腿了 所以小腿不粗的仙女们 我觉得这件裙子还是可以试一下的 上面很好看 这条裙子也好适合拍照哦 裙子本身我觉得还是蛮好看的 它侧面这里有条白色的 镂空的 不是镂空 下面有底色 反正这边有条白色的啦 我形容衣服的词语好匮乏呀 然后后面是这样 还是一样 就是裙子本身没问题 但是我应该不会留 因为小腿 我觉得太影响了 你看不露小腿的时候就 对吧 就整个人可纤细可瘦了 然后呢一露小腿就 短跑运动员 就给人很强壮的感觉 这件裙子我喜欢 哦好鲜啊 而且它的裙长就是差一点就要露出我腿最粗的地方了 还好还好 就这件超级鲜 然后又不是那么的装嫩 所以我觉得我穿还可以 我给你们看一下细节 我觉得它这个裙子有几个地方我特别喜欢 一个是它的裙子虽然就是这种浅色的白色的 但是上面有这个花纹 你们仔细看 它最上面这个银色的印花是 bling bling的 就是会反光的 然后你们看它的扣子 外面这一圈是钻的 但是又不俗 然后扣子的中间是这种像猫眼石一样的感觉 好好看好鲜哦 这是一条背带裤 但是它是短裤 哇 这个好轻哦 好凉快哦 你看这么一条背带裤才这么一小把 这个背带裤穿上了以后跟我想象中的差不多 首先它很凉快很舒服 然后呢 它这种松松垮垮的就是给人一种人在衣中晃的感觉 然后它又是露肩膀露胳膊的 然后我搭配了一个同色系的女服帽 还编了两个辫子 这样显得比较少女 我里面搭的是一个这种贴身的宽带的背心 如果你们不想露肩膀露胳膊的话 里面就可以搭T恤了 嗯 好可爱啊 我说衣服啊 不是说我 哦 这是我新尝试的一种衣服类型 就是它是一个背心吧算是 然后这里面是有松紧的有点缩口的 会露一点点的腰 哇这衣服好臭啊 嗯 而且不是那种衣服的那种臭味 甚至很恶心的味道 闻了很想吐的那种 可是又很想闻你知道吗 闻了又很上头 这件衣服的料子还不错 这一身好年轻哦 啊因为那个快天黑了啊 我打前面打这个环心灯 所以我的这个眼镜反射出了环心灯的影子 这个衣服不错 恭喜我的新尝试成功了 它穿着还蛮舒服的特别薄 这个衣服里面要穿一个打底啊 现在这里特别透气 然后呢这个衣服是有一点露腰的 但是它这个露腰的设计是不会露出你腰上的肥肉的 就露出这么一丢丢 哎看不出你这一丢丢是肥肉还是瘦肉 我觉得这一身好适合去玩密室的时候穿啊 下次玩密室就它了 这是一条牛仔裤 很软很薄比较适合夏天穿 然后这个颜色也比较浅 然后你知道就是穿它要露一点肚脐吧 然后下面的裤腿堆在那个鞋上面就酷酷的 这条裤子我觉得还可以 它好薄好凉快 这个就已经很难得了 它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弹力非常好 这么去弯一点都不会顶膝盖 我觉得这一身好适合跳舞啊 来让我来给你们表演一段 顺便来复习一下我的动作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 为什么我的表情那么猥琐啊 重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三二三四 哎不行 我忘了我这个里面没有穿打底 走光了 好了 就到此为止了 这应该是帽子吧 果然是我买的鱼肤帽 我觉得时尚时尚最时尚的就是鱼肤帽 戴着鱼肤帽再戴一个口罩 就好像明星 有没有嫌自己鱼顶太高的 买这个帽子 完美降低鱼顶 这一截太短了 本来烫得蓬蓬的头发 一下就被压矮了 这帽子好反人类啊 太丑了 再见 哎呀 胜利大棒了 这是一个什么 哦哦哦 这一件呢是我想尝试的一个 之前没有尝试过的风格 我给你们看它长什么样啊 它是一件长裙全黑的 它是一个山本风的黑色吊带长裙 你们知道什么叫山本风吗 就是自行百度一下啊 虽然这个风格之前没有试过 但是它毕竟显瘦啊 它只要是显瘦的话 你就不要管什么丰富风格啊 显瘦的风格就是好的风格 哇哦 这个风格 在我的身上好像也不是那么的奇怪 这个裙子好显瘦啊 它这边是一根肩带 然后这里有一些堆叠的这个设计 然后后面是这样的 它这里自带一个腰带 但是这个腰带不是皮的 是绳子的 所以它的腰线其实蛮高的 然后下面裙子就是这种不规则的 这个裙子显得腰还蛮细的 就是这样走到外面啊 就很像那种很有个性的少女 就别人肯定以为我喜欢看的电影 喜欢看的书 都是那种就是非常小众 非常有个性的 殊不知我其实是一个俗人 它这里还有口袋耶 好方便啊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快递袋 还戴一个提手的 这也是一个渔服帽 渔服帽好大啊 而且有点厚 比较遮阳一点 这顶帽子还不错 它的上面这一截是比较高的 所以显得卤顶是高的 而且它的帽颜还蛮宽的 我有一定的遮阳效果 然后这种帽颜宽的帽子 就会显得脸比较小 但是我现在的这个灯光 显得脸怎么有点大呢 我在镜子里面看脸是很小的 这也是一件背带裤 那这件背带裤应该是 我记忆中应该蛮便宜的 所以这个质量明显就不如前面那件 它是一个黑色的 也是这种宽宽大大的 它好像这件比前面那个更宽 我觉得这种裤子本身没什么问题 但是这一件我觉得是质量比较差的原因 感觉版型有点奇怪 就是它这里是散开的 这里是最宽的 然后下面反而有点收了 给人感觉就像一个倒崩 像一个水桶 就是有事吗 这里是能掏出什么东西吗 绿色的V领的短袖 特别特别薄透的针织衫 这个衣服还不错 挺舒服的 我里面穿了一个肤色的内衣 也没有透对不对 而且这个绿色还蛮显白的 这是一条 绘卡其色的破腿裤 但是我感觉这个裤子好像买搭了 而且下面感觉不会显瘦 它的版型好胖哦 这个裤子还蛮舒服的 它虽然是长裤 但是一点都不热 它是整体都还是比较宽大的 然后下面是有点堆的 但是我觉得它虽然一眼看上去 没有那么的显瘦 但是它的整体的裤型 我觉得是好看的 就是蛮特别 蛮时髦的 我觉得这个裤子适合动态看 走路带风啊 这个裤子 哎呀 最后一个了 我猜它是一双鞋 你们一定猜不到 我买了一双什么样的鞋子 就是我看外面好多年轻人 都穿这种鞋 而且看上去很好走路 很舒服的样子 穿上它来之后 我也是年轻人 这双质量还蛮好的 我觉得 因为我就很担心这种东西很割脚 但是它这一双好软哦 口说无凭 我现在要上脚穿一下 哎呀 大小好像正合适的呀 舒服还是蛮舒服的 就是软软的 然后这个鞋子这么厚 还有增高的效果 好了 以上就是这期的全部内容了 那让我们下期再见吧